韩国三大事务所之一的YG事务所 1月28日公开旗下的新年男团Tresher 这是YG继男团Icon之后 相隔4年再次推出新男团 YG也透过官方频道公开Tresher7名成员的海报 立即获得外界强烈关注 Tresher是YG事务所由去年底起播的选秀节目 YG宝石盒选拔出来的七位练习生所组成 当中有6名韩国成员加1名日本成员 包括19岁的崔炫硕 18岁的金俊奎 17岁的尹在贺 16岁的防疫坛 14岁的日本成员哈鲁头渡边温斗 14岁的朴正宇 以及13岁的苏正焕 预计会在今年上半年正式的出道 不难看出 Tresher的成员年龄普遍偏小 这跟SM数所几年前推出的男团NCT Dream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但随着NCT Dream成员目前也全部到达18、19岁 Tresher在K-pop圈中似乎到了孤芳自赏的地步 但是NCT Dream的案例也告诉大家 要成功地运营17岁以下的男团难度非常大 因此Tresher最后能否大发还是一个疑问 另外 鉴于YG此前发生过Blob Team跟胜利争夺舞蹈员事件 显示内部资源调配非常有问题 Tresher的诞生势必跟前辈团体包括Icon等争夺公司资源 到时肯定会有人肉药被牺牲 YG在管理上要面临的挑战更加大 魔方全媒综合报道